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今天的风干肉价格太高 像我们塔城这边 烟风干肉 有的人喜欢蒜末 黑胡椒 白胡椒 盐 有的方式呢 几件就是盐 啥都不放 盐一搓 挂好 吃掉原味的 有的人放点黑胡椒 白胡椒 增加点料 像这些肉一家三口的话 一冬天也够了 但是像我们家一冬天还要摆一头 基本上是客人吃 里面来客人这样子 煮上一个牛腿 煮上一个大的肉 炒菜 这样子 把这个醋肉都放下 醋肉是冬天炒菜用的 炒菜用的 吃饺子 吃饺子 放点去 鹽肉一定要出盐 这样子鹽肉香 拿鹽撒到肉上面 滑进去 然后把它搓进去 把它搓搓给它 冬天了 主要是腌肉分干肉 腌上一晚上 明天挂上两天就行了 煮完以后 拿掉是冬食 24个小时 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 看情况吧 肉没有味了 在房子边晾上两天 冬天的腌肉 腌分干肉 很简单 很简单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牛肉一定要草标来 就算不是草标 也不能是那种 助水呀 过度育肥的东西 正常牛肉 基本上吃草料牛都可以 像这个季节刚好是有草标的季节 你再逛海一个月 12月1月份 没有真正在山上草标 好 好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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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